10点07分 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 在十整点的新闻过后 礼拜一的第二小时 是我们的元气同乐会 那么今天我一开始就预告了 就是我们今天来的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好朋友 也是我们雅峰维新中医诊所院长 陈志佳陈医师 欢迎陈医师 大家好 美女大大美女主播童文豪 不要这样讲 心上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陈医师我们今天为了要迎接他 我们的这个叶安哥真的是非常非常认真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背板 现在呢就是雅峰维新中医诊所的大门 我们就把所有人拉到新竹那边去了 这是新竹的门吗 对这是竹北那边的院所 竹北那边的院所 为什么竹北比台北大 台北寸土寸金 寸土寸金啊 如果台北要这样的店面 前面一个大院子 对啊 他可能要没有那个陈医师说 他可能要一天24小时都不修整 看才有办法 24小时看可能还没办法支付哦 哦所以好那么刚刚非常开心了 因为刚刚为什么因为陈医师跟我认识好朋友了 所以呢我们刚刚在这个广告的时候聊天聊到我笑到我刚开始讲话的时候喉咙都有点不太舒服 但是这个时间喉咙不舒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哦最近只要喉咙有点痒痒的咳嗽什么的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紧张 所以呢一开始我就有跟大家说呃陈医师最近哦其实也不是最近他大概从三月下旬开始就有陆去写一些文章哦 嗯就是呢对表达对西医的买送哦 不是啦你怎么这么说啊 不是吗不是吗 就是中医提供一点点我们中医的看法 哦哦哦哦哦哦 你知道新闻出身的人就是这样你知道吗 我们一定要抓那个冲突点啊 因为一点都不冲突我们都是为了为了大家好哦 比如说你发的那个篇文章如果今天我是记者我就会写哦 比如说呃比如那阵子可能是说什么正在研发新药哦 哦这个新冠肺炎新药新药什么正在研究中或是免那个疫苗正在研究中 中医师中医师陈志佳表示只有一个白眼对翻白眼表示啊这个来一种病毒你就搞一种药来一种病毒你就搞一个疫苗 可是明年他又变了啊 所以真正真正正的症结点其实还是要回归到自体的一个抵抗力的增强 或者是中医其实有一些想法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对不对 对你最近是为什么你是觉得客人都跑去跑去医院呢你很不舒服啊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因为其实我一直在讲说没病不要看医生 我们刚刚其实就聊到这个我刚有问陈医师说你现在还有没有那种慕名而去 就是你知道有一些像他们这样的帅哥医生常常在电视上出现啊节目上出现 你知道很多人会去找他们但是但是不是为了要看什么 不一定跟你有很大的不舒服对你曾经有过什么样的 没有其实有些进来像之前还有一个很扯是妈妈带着女儿来看 那说一般我们看诊可能穿个运动服居家服就去嘛 哦他盛装打扮像要上舞台要表演一样 对啊穿着洋装然后丝络啊什么然后头发settle的很好 你是说女儿还是妈妈女儿 对那妈妈就还好那妈妈一进来呢后来看完以后就跟我讲说 哎帮我女儿看一下对啊我女儿齁师大音乐系毕业 去国外留学那钢琴很好对啊常在什么什么乐团里面参与演出 对那也30岁左右了还没有嫁对大家闺秀这样 那陈医师你结婚了吗天呐 然后就不好意思我有两个小孩了 他说真的哦那你帮我女儿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好了 然后就非常非常迅速的就离开这样子 哇所以有来相亲的这种也会啊 哦所以真的有啦但是哎为什么又讲到这个东西呢 哎我们要回来就是讲说呢最近是不是看综艺的人又比较少 还是反而变多嗯初期有比较少一点 因为大家其实会担心所以尽量不会去一些公共场所 嗯那像我们医疗院所真的是个危险的地方 嗯对啊所以没事真的不要来 哦你们现在其实进去也都要量 一定都要啊 量体温戴口罩都要求对不对 对戴口罩量体温然后查旅游室 哦查旅游室对有啊现在健保卡刷下去 对对对这一定要看我上次去他也有给我刷啊 就是要看一下有没有旅游史嘛对对对对对 好所以呃总而言之因为其实前阵子呃这个陈医师 他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呢就是发表了一些一些文章 嗯那也引起了蛮多回想 其实主要呢大概就是告诉大家 中医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理论 或者实际的做法 其实都可以在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的疫情上面 有一些帮助的 好我们就先来讲 之前我们其实也谈过 因为有讲说他会咳嗽 可是你就说咳嗽 其实从他咳嗽的症状来分 就有分为热跟寒 以新冠肺炎来说他算是哪一种 他初期大概都是风寒 因为气候的变化去 所以像现在转春天那风比较大 那冬天的寒气还没有完全散掉之前 那风吹过来又把寒气带到你的身体 就把你的体表整个都包住了 那包住以后呢 这个病毒比较特别的地方 到体内以后他会转成非常的热 热的意思就有点发炎 那这个发炎呢 又没办法好好散出去 热散不出去 所以在里面聚集就越聚集越热 那发炎就越来越厉害 那破坏我们身体的强度就越来越强 对 这样讲可能很难懂对不对 就像说一个坏人来到你们家偷东西 一般坏人就是门破坏了 然后就进来 然后就开始偷东西 偷完就出去了 对一般的感冒大概这个样子 那这个坏人进来以后呢 把门破坏了进来以后 先把门先把它修好 对要跟你一绝一死斗 对就把门都弄好了 他也出不去你也出不去了 那进来以后呢 反正门都出不去了 就在里面开始跟你决斗 一直打一直打 一直破坏一直破坏 所以如果说今天新冠肺炎 以新冠肺炎这样的状况来说 其实我们最近看起来台湾的重症其实不多 国外的好像看起来比较猖獗 所以其实真的病毒有可能会不太一样 对不对 其实这个是个谜啦 这个是个谜 你干嘛你干嘛搬手指啦 手有点紧了 他在那旁边给我啼啼啼啦 我突然间觉得吓了一大跳 因为这个很难说 因为现在就像西医的理论 你一个病毒要对一个药 一个药对一个病毒 所以这个病毒进来 我要有对应的药去把病毒杀死 它才会好 那换句话说 现在还没有这个病毒的药 也没有这个疫苗 对 那他们怎么治疗 嗯 没有 等于知识性的疗法 知识性的疗法就是 比如说假设你有呼吸困难 他会给你插管 对可能有痰就化痰 就化痰 对 然后如果今天你一直发烧 高烧不退 他就给你一直打抗争受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在里面隔离 可能给他一些知识性疗法 维持生命 等到哪一天 他体力比较恢复了 他就会把他的病毒杀死 他的抗体就出来 然后病毒就杀死 然后他就好了就出院了 因为之前其实在那个SARS的时候 我其实在这一次新冠肺炎刚开始的时候 我曾经分享了一篇 就是在中国大陆 北京的一位医师 写的一篇很长的文章 那是刚刚开始 新冠肺炎 台湾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感觉的时候 他就说他 他在17年前的SARS的时候 那时候他身边有一对非常好的朋友 医学院的朋友 夫妻两个都是医生 那两个都在第一线 就是帮忙救治病患 可是后来太太走了 太太也是染SARS 然后后来没办法 他说在最后的时候 那个先生是自己亲自照顾他 甚至在第一时间 还曾经帮他做口对口人工护士 可是后来太太走了 先生却完全没有事情 先生有没有感染 有可是他没有什么症状 没有严重症状 然后后来就痊愈了 所以那一位医师 他就在那是西医 他就一开始就在讲 他说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重点就在你自己的抵抗力 他说我们去照顾这些病患 我们也只是想办法 让他能够维持生命 到自己的抵抗力起来 去打败这些 就让他活着 活着就有机会这样 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话 回复到中医的理论 你们怎么来看 任何的感冒对你来说 都是一样的吗 我说的就是那个过程 或者是你们在看病人的时候 你们给他们的一些帮助 不管是处方或什么东西 是大同小异的吗 不过我还是要先说 我现在讲这个 不是说要挑起对立或什么 现在的西医的处理方式 绝对是对的 那我只是提供一点 中医的不同的看法 对提供参考 那中医在看这些病毒 细菌外来的东西 都把它当作一个邪气 等于说一个坏人 所以我们说风邪 风邪是这样子的意思 外来的邪气有六种 风火属湿噪寒 湿气也是一种邪气 寒气也是一种邪气 那这些气都要由风来带 风为百病之长 就是由风 然后把这些邪气带到体内去 所以你说温度很低 你10度的环境下 不一定会感冒 但你10度C的环境下去吹风 很容易感冒 这就是风的概念 那风把这个邪气带到体内以后 就像一个人 一个坏人 有人把它带到你家里面去一样 对就刚刚的那个讲法 那带到你家去以后呢 就两种情况 一种看到你 我非常雄霜威武 上次讲过就像馆长一样 他看到马上落荒而逃 可能就像那个医生一样 那个SARS病毒 可能到他体内去了 但他真的太强壮了 所以SARS病毒马上就跑掉 对他就不会有任何的症状 第二种情况呢 你可能跟他势均力敌 他进来以后呢 他可能想要稍微 拿点东西破坏一下 但你又可以好好的去防止他 好好的跟他对抗 可能破坏一点东西 然后他就走了 那你可以很快的把你家修复好 把你的身体修复好 所以你也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 那另外一种就像 弱女子 你干嘛比我 我就是那种 只要呢 坏人一进来 我就举双手投降的那种 我像那种美国片 有没有 一个女生在家里 然后坏人进来 他就赶快抖抖抖 然后躲到床底下去 躲到衣橱里面去 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对抗 或者完全缴线 你要什么你就拿去吧 对对对 一进去然后他就 开始大肆破坏 你也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对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你们家可能全部被破坏光了 然后他就拍拍屁股就走了 嗯 那你们家可能也没办法再住了 好惨喔 嗯 可能会有这几种情况 对 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 你够不够强 嗯 嗯 那其实 这么多的案例看起来 我们刚刚也讲到嘛 其实你的抵抗力够好的话 病毒进来可能破坏完以后 你都好好的修复那生命维持住 你就可以出院了 嗯 那所以中医在看这种病毒的东西 我们讲风血邪气这种东西 还是要看你的正气够不够强 嗯 这才是关键 可是你知道吗 以台湾的例子来看 嗯 我不讲别的 我们就讲这一次的新冠肺炎 台湾例子可能就是真的重症 或者是不幸死亡的这些个案 多半可能就是真的年纪比较大 他有慢性病 对 那很年轻的即便是流感 我们不要讲新冠 我们讲流感也是一样啊 我之前每个礼拜 每天都在跟大家报 每个礼拜都在报上个礼拜的流感 重痰病例又多多少 然后他们大概十几例里面 死亡病例 他们主要是什么 然后就发现可能12个死亡的 一周死12个人里面 有11个人他都是老年 然后有慢性 唯有一个20几岁 他也有一些慢性病 慢性病或生活习惯不好的 对 可是你看这一次国外的 这么多人 很多都是轻重年 因为新冠病毒这个病毒真的太坏了 所以包括很多很强的人 都有可能被他破坏 那当然是跟国外 国内的医疗的一些习惯不一样 对 国外的人可能感冒的有点 有点头痛啊 流鼻水啊 咳嗽啊 他们处理方式都是自己处理嘛 可能在家里喝喝水 休息个几天 然后可能去运动流流汗 应该就会好 以往的经验是这样嘛 那现在这个症太强了 他也进来就指导核心 到你们家的保险箱去偷东西 对 因为怎么会好 就是说你看到国外的那个历史 你会觉得好可怕 就他已经不是 感觉不是只有体弱的人才对抗不住喔 但是以比例来讲 一定也是年纪很大了 以及很小的体弱的人 占大部分 所以那时候就讲说欧洲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些这个元首就是有点 就是比较消极性的 消极性的就是没有像我们这样积极的 积极的去做筛检或什么 他们说这个如果说真的是 欧洲是打算这个样子的话 那就形同一次对于老年人的一个态患 就是把那个体弱多病的都把他直接物尽天择掉 我觉得那时候有很多这种说法 我觉得好像也不也不不可能 那我们回到中医上来讲就是不管今天是流感还是新冠肺炎 其实我跟中医我跟这个陈思佳医师在私底下聊天 我觉得他永远讲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中医治疗其实就是四大步骤 对就是了无新意的意思 不是啦 我的意思就是从医而终 比较不会像中医 你好会讲喔 从医而终你知道吗 陈思佳真的是从医而终 就是不管你问他什么他都是跟你讲 我跟你讲你这个皮太湿了 没有啦 没有没有 可是多半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啦 我要讲的就是说 确实如果今天我们的概念是这样的话 你就会比较可以去对于每一次病毒一直在不停的变种这件事情 而不会去这么的恐慌对不对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观念 好那我们就来讲中医如果在肺炎 肺炎通常都是病毒病毒 病毒或细菌 细菌引起的 那他可能是流感 可能是很严重的感冒 那或者是像这样的新冠肺炎 甚至是17年前的SARS 其实你们在资料上就是那四个步骤 对不对 所以回到刚刚讲那个感染的步骤 我们再复习一次 第一个呢一定是有个邪气进到你的身体里面去 第二个进来以后他会开始破坏 第三个呢你要开始修复你的身体 第三个你要先把他赶走 第四个还是修复自己的身体 所以我们想一下这次的肺炎 刚讲说是风寒陆里化热 他化热会非常的强嘛 那刚讲到说风寒也很强 所以你的毛细孔什么全部都关住 你根本没办法好好流汗 就会开始发烧 就像说他进来以后 先把你们家门先上锁 你根本也出不去 对对对 所以第一步你要先把门打开 我们讲疏散风寒 各种各种邪气 第一个步骤一定是 他怎么来就让他怎么出去 对 所以你要先把风寒先打开 风寒先解掉 对 所以可能要让自己流流汗啊 所以像不管任何的感冒细菌性的病毒性的流感 或者像现在新冠都好 你第一步将先让自己流汗 流汗 对 所以可能喝点温胎水 喝点米粥 甚至喝点姜茶 然后让自己流流汗 有人说那我去运动跑步 让他流汗 可以 但是要量力而为 因为他已经进来你家了嘛 你如果又消耗太多的体力 你接下来要跟他打斗打不过他 我问你有感冒的人跟你说 我要去维持原本的运动 你会赞成吗 我会跟他讲量力而为 你去运动用原来的强度运动一次看看 如果运动以后的感觉是真的已经累垮了 那可能要稍微减量一点 所以并不会因为他感冒了 他现在是不太 比如说他有发烧或什么 你就跟他说你现在都要休息吗 不会 不会喔 对啊 你会觉得他还是 还是可以去流流汗 那你如果觉得跑步起来真的太累太喘 甚至没有体力会晕倒的感觉 那你可能就去走走路 那可能穿个外套 然后喝点热水 一样样是以流流汗 目的在于流汗不是运动的强度 因为流汗就是等于把门窗打开 这样你才有办法把这些坏人赶出去 邪气才能够随汗而解开 那第二个这个新冠进来以后呢 我们讲到会让你的肺 体内会产生很大的热 所以第二步一定要清肺降火 把肺火整个降下来 等于说他进来你们家里面门也都帮你守起来了 你虽然门打开 但他看到你们家太金碧辉煌 好想拿东西喔 好想破坏喔 准备要大肆破坏的时候 你给他泼一桶冷水叫他冷静一下 就把肺火先稍微降下来 那对于你们家的破坏 对于你的肺的破坏就不会那么强 对 那第三步当然就是已经被破坏了怎么办 你要开始先稍微修复一下嘛 请他出去让你们家开始修复一下 对坏掉的东西先丢掉 就我们讲了你肺已经有点被破坏 有些痰积在里面 先把那些代谢肺物 病理性的一些产物先把它清出去 肺都干净了 第四步再来补你自己的元气 可以想说你们家大门是不是不够好 你自己是不是不够强壮 把那些抵抗力 恢复力再把它调整好 所以其实像比如说我以我自己来讲 好我就不讲别人 很像是我的话可能长期 比如说吃没有好好吃 睡没有好好睡 所以每一次陈医师帮我把麦的时候 就说很虚啊很虚啊 他就会帮我补气补血 很多女生需要补血补气 可是这样子的东西 比如说补气这件事情 在我正在感冒的时候 你就不会做对不对 因为补气我们中心讲闭门流扣 就像说这个坏人进到你家里面 把门已经盖上去了 把门已经锁好了 你要去加强一个锁 把气又补强了 你的那个锁又更强了 那他也出不去你也出不去 所以大家对于中医有时候啊 就是补补补 都会觉得中医就是一直补 可是其实这个都是有先后顺序 就像刚刚讲的四个步骤一样 你在第一个步骤你就千万不能补 一定要等到都已经清完之后 也就是你的感冒已经痊愈了之后 我们要开始 就是到最后的阶段 可能三分之二以后的阶段 可以开始来增加自己的元气 就坏人已经都离开了 也没有再变严重了 那可能剩下一些 你自己要修复的过程 就可以开始补了 有人说他说他运动已经成习惯 现在只要有感冒 他就会连续三天都出去跑个几公里 回来补充维他命C 再休息几天其实就会好 所以这个其实我相信就是陈医师 他最希望能够推广给大家 就是其实你是靠着自体的状态去 但是当然有些状况 我们还是必须要 就是需要医生的一些帮忙 像是这一次其实新冠肺炎 大家都会觉得他是在 可能上下呼吸道 可是后来发现有一些有腹泻的现象 对初期先没有其他症状 然后就先腹泻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陈医师说这跟中医里面的某种理论也是相符合的对对对对 因为中医讲肝心脾肺肾嘛 那肺在比较最标浅的地方 那脾算在第二层的地方 那最深层就是肾嘛 那脾管就消化代谢的功能 就像说这个坏人进到你家里面一定会先进到客厅啊 那如果维持在客厅就像肺的阶段 把客厅破坏完了就出去 可能只有客厅被破坏而已 那它指导核心 到你家厨房去了 你可能以后吃东西也没办法好好吃 对所以进到你的脾胃以后你的消化系统就被破坏 吃东西下去喝的水下去 你根本没办法好好处理 它就直接拉掉了 所以中医有个叫伤寒止重太阴嘛 太阴就是脾 对手太阴肺足太阴脾 那其实以经过理论来讲 手太阴肺足太阴脾 手跟足都属于太阴 一个是肺一个是脾 所以肺进到肺以后很容易直接到脾那边去 对所以路径如果非常通畅的话 就是你非常弱的状况下 风寒进到肺就到脾 你就会开始有些消化道症状出来 欸好羡慕喔我都不会腹泻 真的吗 对啊我都不太会腹泻的 我每次听人家说那个长照我都好羡慕 你拿去卖场就不要戴口罩啊 很快就腹泻了 好呃刚刚有人讲到就说 欸不一定喔像说 她说她的体质就是 她只要感冒就吃麻油肌 她就会好很多 因为她冷底 不过这个有点冒险 对麻油肌比较燥 对所以其实喔 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要讲到 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 所以中医为什么一定要把脉 就是因为她要看每个人的体质 同样的感冒 同样的病毒 进入到每个人的体内 其实她发出来会不一样 对不对 就像这一次一开始 上个月有人在传说 大陆有一个什么药方 什么什么一号方 什么肺炎一号方 肺炎几号方 是中药吗 对那是中药 是大陆那边传过来的 那他们就说用这个药方 治疗好很多新冠肺炎的人 对对 但其实这样也有点危险 你有看那个方吗 我有看那个方 那方OK吗 还是要回到刚刚讲的 每个人体质都不一样 程度也都不一样 但那个方大概也蛮符合刚刚讲的 疏散风寒清肺降火 都有这些药在里面 那说要给你的程度到底要疏散风寒多 还是要清肺降火多 还是要因而而易去调整 好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要讲到就是说 因而易的体质 那到底比如说什么样的东西 为什么要把妹 其实如果这样讲的话 就跟中医跟西医还真的就不一样 你知道那个西医 你知道我们每次去啊 有时候药拿很多啊 我都留起来 然后下一次有感冒的时候 觉得那个症状起来 我就在吃那个药 或者是 不良示范 大家不要学 或者是我老公 我就拿上一次的药给他吃一吃 那因为你会觉得 他去看搞不好中医 西医也是开这个药给他 可是中医因为有一个把麦的过程 你就绝对不敢把你中医药拿去给别人吃 因为一个是症状治疗 我们比较好判断症状 咳嗽就是一个症状 我觉得你们其实真的心机很重 你们就是用这种方式 要让大家知道药不可以随便乱吃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是我把过你的麦 我就是for你特别定制的 对不对 但是你就是不能给 我跟你讲真的 我西医药都会乱吃 可是我中药都不会 一个是症状 一个是症型分型的不一样 而且我中药 我上一次吃了 我要是没吃完 我下一次感冒 我还是不会去拿来吃 我还是会再去找你 对所以中医就是用这种方式 就心机重心机重 等一下回来 我们就针对这个部分 到底什么样的体质 为什么会 为什么到底是细到什么样的地步 为什么每个人每一次 同样的东西 他可能会不一样的一些症状 那你在调配上会有什么差别 还有就是刚刚我们今天一开始也讲了 昨天古雨已过 就是春 象征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期已经过了 对 接下来就代表差不多要换季 立下 在这个时间又特别的容易感冒 嗯 要怎么样来打造自己的体质 因为呃 我们不要在最后一个最后一里路 这个 你知道大家 大家 努力一点最后一里路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大家现在如果在youtube上面留言的问题 我也会请陈医师来帮大家回答一下 好不好 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哦 胃炎加便秘 吃完东西之后没有办法消化 鸡在胃里很不舒服 然后吸一开的药是很温和的 感觉没效果很缓慢 吸一开的药还会很温和吗 嗯 本来就不能乱吃 我知道不能乱吃嘛 他那个应该是说胃在修复过 有一个这个 这个是好孩子不好 他说我刚好相反 我吸药都不敢乱吃 中药我们都全家一起吃 都不行啊 因为每个人体质都不一样啊 对啊 陈医师刚刚已经翻了一千个白眼 因为大家会觉得中药比较温和 所以吃一下不会怎么样 其实不行啊 药就是毒啊 药就是药 对啊 国二女生精情不规则 有时候当月来两次到妇产科做创业波 子宫没有异常 中医如何调料就带来把麦啊 对把麦啊 看原因在哪里 我就讲了中医就是 中医就是一个心肌重 什么都来把麦 没有啊 当然中医中医问诊 有问诊的方式 问诊还是可以问出他的体质 对啊 只是说要花很多的时间 像做一个问卷表一样 不断问下去 还是问得出来 但是最后还是会有点偏差啦 把麦最准 可是真的你每次把 比如说你把我好了 你每次把都不一样吗 叫我把你 哈哈哈 什么好意思呢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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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的麦 哦 你把我的 你不要这样 马上就有记者会写的哦 哈哈哈 你把我的麦 通文公开在节目上 叫成一样 叫成一样把你 你把我好不好 你把我你把我 你每一次把都不一样吗 因为其实我们问诊 你进来讲你的症状 我们就大概问大概知道 问题可能是哪些 那把麦只做最后确定 就像说你皮肤痒 有可能 假设火气大 有可能湿气重两种 然后只要确定你是火气大 还是湿气重 嗯 大概这样而已啊 确定方向 确定方向 那所以你每次开个 我的药到底不一样 都差不多 就算我把的麦都不一样 我开的药都一样 没有啦 那我还是可以拿出来吃嘛 没有啦不一样啦 一定会有些微调 对 主播被撩得心花怒粉 好会撩哦 大家在骂了 大家在骂了 母湯哦 在干嘛 哈哈哈 那你到底在干嘛呢 哈哈哈 很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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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点33分 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 今天带我们一起来 中医抗疫大补元气的 是亚风维新中医诊所的 陈志佳 陈院长 好我们今天为了欢迎陈院长 我们的背板特别秀出来的就是 亚风维新中医诊所 新竹的院所 刚有人说这看起来太高级了 这是在竹北吗 在竹北 大家知道竹北就是一个后亚郎群记的地方 所以那里的中医诊所要开的气派一点 那那个 现在就是台北跟新竹 台北新竹两个 我昨天看到你的那个 你上次在那边写你的文章下面都有人叫你去台中开一间 嗯 最近有考虑要扩点吗 没有 最近没有 其实现在高铁很方便你们就上来吧 哦 对对对 好 好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就是 中医讲究的是因人而已的体质 那刚刚前面当然我是一个错误示范 就是说 我说我西医啊 西药有的时候吃不完就存起来 然后下一次喉咙有点痛啊 什么就拿消炎的出来吃啊 咳嗽我就拿止咳的出来吃 当然这是一个错误示范不行 你应该每一次都要去 可是我都会觉得 呃你知道吗 我要讲哦 这是错误示范 请大家不要打电话到电台来骂我 但是我要讲的是很多人的想法都会觉得 尤其是你去医院开的 嗯 你去诊所开的 他可能是一包药 所以你里面很多颗 你不知道是哪一颗 对不对 可是你去大医院看哦 他都是一个一个分开来的 一种药一袋 一种药一袋 然后上面都写的很清楚 这个是药名 或以及他的作用是为治疗什么的 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清楚 然后每一次去开的时候 好像每一次去感冒 他都是开这些 你就觉得都可以吃 可是呢 呃中医 因为他是混在一起的 所以你就不敢乱吃 哦 那我刚刚讲 都不应该乱吃 刚刚有一个朋友说 哎我是相反呢 我们家是西药都不敢乱吃 中药就好开心 大家全家一起吃 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中药好像比较温和吃了也不会怎么样 那其实药就是毒啊 对也没有说吃中药就可以保养这件事 对有病才会吃药 没病但用药膳或是食物来保养会比较好 所以中药可以大家一起吃吗 当然不行啊 对啊 因为中药其实理论更复杂 就像说你的感冒 有流鼻水有咳嗽有喉咙痛 我的感冒也有流鼻水有喉咙痛咳嗽 但可能类型就不一样 你可能是风寒我可能是风热 对 就完全不一样 好 所以呃每一次 像我们中药可能一次拿一个礼拜 或者两个礼拜 然后每一次你都要再拔卖 对 那每一次其实都有做调整吗 一定都会调整啊 嗯 所以你说中医讲究的是因人而异的体质 所以每同样的感冒 肺炎病毒进到人体内 每个人的症状发病的程度都不同 嗯 很难用一味药或是一个方子 来治疗所有的人 对 所以刚刚上一段最后我讲到说 前面有人提出一个大陆的方子 那结果开始有人问说 那这个方子能不能吃啊 能不能治疗啊 那其实中医的理论就是 这个同样的病毒进到你体内 你的反应可能疾病症状都不一样 那很难用一味药或一个方 来处理所有的同样的病人 嗯 对啊 你知道其实我觉得那个方哦 有些人啊 搞不好会觉得 因为毕竟在台湾真的得到的人很少嘛 嗯 他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有用 有用的话我来吃保养 请问中药这种药方拿来吃保养 不行 也不行 因为刚刚讲的 它是一个疏散风寒跟清肺降火的药 嗯 第一个疏散风寒 你没事把你家大门打开干嘛 嗯 就欢迎人家进来嘛 也不行嘛 嗯 那第二个你肺本来就没有火 你去降肺火那会不会肺变的比较冷 嗯 对啊 所以你没有症状没有疾病你去吃的话反而会过头 嗯 又失去原来的平衡 嗯 所以也不行 OK 嗯 所以呃 这就是在跟大家再讲的清楚一点 如果你现在常常收到一些 亲朋好友转系来的一些中药的 嗯 药方说对抗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有用的 那也请你不要随便乱尝试 对而且你根本没有被感染干嘛吃 对你根本没被感染 好那我们就要来讲到 因为其实你也提到 不管是研发药物或者是研发疫苗 其实在当前 呃如果说这个状况大爆发的时候 你都是缓不济集的 嗯 那怎么样打造好自己的体质才是最重要的 先来讲季节养生以目前这个季节 因为再来就立夏了 对 诶是吗 再来是立夏吗 嗯 是吗 春分清明古语 立夏小满盲重 对立夏好像就是下下礼拜就立夏了 差不多15天一个啊 对对对对 我记得是5月5月的第5月初就立夏了 嗯 这个时候要5月5号 要看说春天跟夏天有什么不一样 春天的邪气是风 夏天的邪气是火 所以一到夏天你的火就会变得比较大 嗯 大自然是比较热嘛 那会伤害到的五脏六腑呢 是属于心 所以心火会比较旺 那心火旺呢 你第一个有可能容易口干舌燥 嘴巴破舌头破 嗯 第二个容易泌尿道感染 嗯 心火会一热小肠下注膀胱 到膀胱去 所以小便会变得比较黄 甚至有点灼热感 会贫尿 那第三个心火旺呢 就容易心浮气躁 嗯 嗯 所以开车不要乱按喇叭 嗯 嘿嘿嘿 刚有人说舌头有一层白白的 这个算是 大部分啊 我只能讲 大部分舌头白白的都是湿气 湿气太重 那一般就是甜食啊 冰的吃太多 哦 所以可能跟所谓的 这个刚刚讲的这个火 比较没有关系 跟火比较没关系 火 火的话你有舌胎会变得比较黄一点 然后舌质会变得比较红 会很红 所以看一下自己的舌头 如果你的舌头上面是白白的 代表你比较湿气重 就是冰的冷的 甜的要少吃 对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黄色的 然后舌头颜色又比较红 有可能就是刚刚所说的火比较旺 可能就火气就大了 火气就大 对 尤其心火会集中在舌尖那个地方 嗯 舌尖会特别红 所以你有可能舌质 舌头的表面白白的 真的黄黄的 那舌尖一圈甚至没有什么舌胎 但是看起来就很红 那就代表心火比较旺 OK 好 那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去做体养生 其实降心火最简单的第一个 就像莲子啊木耳啊百合麦门东 尤其像莲子就非常好用 嗯 莲子可是可以自己吃吗 我的意思说 有些人说 欸我可能体质很寒 我是不是不能吃 因为我讲的是食物类的嘛 食物类其实都不用担心 那其实刚讲有矛盾点嘛 你说我体质很寒 那就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心火 哦 因为你体质本来就很寒嘛 假如你本来的温度只有30分 对 那正常人60分 那心火进来 心火假设有30分好了 加到60分的人身上就变90分嘛 那加到30分的人身上也才到60分而已 所以也刚好 嗯 对 所以还是平衡状态 嗯 好 所以那在养生的部分 就是刚刚讲的莲子啦 末耳啊 百合啊 这些 欸刚刚有人问一岁的小朋友 欸刚前面我有看到 因为刚前面就有人在问百合 哦 对 他说一岁一个月的小朋友 可以吃百合吗 秀琳在问 可以啊 可以是不是 只要能够吞 能够吃正常人的东西都可以 欸可是百合如果今天是属于 降火的 他降火还不算 小孩会不会吃到拉肚子 他还不算太强啦 哦 对 因为我们药性有温热含凉啦 嗯 对他只偏凉一点点而已 嗯嗯嗯对 四神汤算是算是 四神汤比较偏排湿 它降火的效果还没有太强 哦 对 所以莲子白木耳汤就算了 对那就很好喝 那就是适合在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降薪火 对但很多人喝这个汤 就会习惯加很多糖啊 冰糖黑糖什么都加 那我建议都不要加糖 嗯 那你要吃的时候呢 切点水果下去 嗯 嗯对就带有水果的甜味 嗯嗯 好 所以那我们就刚好讲到 透过食补跟生活作息 怎么样在这个时间 透过食补跟适合的啦 然后呃 透过作息来调整自己 增强自己的免疫力 这个部分可以大家怎么做 其实这个讲到这个 大家一定会转台啦 为什么 因为就简单嘛 早点睡觉 多运动 对 然后不要吃冰的 然后不要劳累过度 对 那就这些啊 吃饭规律啊 嗯 就简单讲你要养生 就吃的饱碎的好 嗯 那问你好了 因为其实陈医师 我每次看到他 我都觉得他的状态 是一次比一次好 真的吗 对啊 我又觉得你最近 最近的状态又更好了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自己的一个 因为你的生活 其实很规律的 对不对 生活 对啦 因为像我 有门诊的时间 从早上九点半到晚上九点 对很长 那下班回去可能十点多 然后可能洗个澡 吃个东西 十点多还是会吃东西 对啊 因为我五点就吃晚餐嘛 对 所以到十点多一定会饿 所以我一定会吃个东西 然后可能十二点左右睡觉 嗯 那早上五点半先起来 载小孩去坐车 然后回来再睡一下 如果隔天还有事情 可能就八点多起来 嗯 分段睡 但是睡眠时间 大概会落在六到七个小时 所以分段睡的睡眠 还是可以保持 不好 的强 对啊 还是会累啊 那不得已还是得这么做啊 嗯 那至少我回去 还要再补个棉 嗯 然后你的运动是 也有固定在什么时间吗 运动我礼拜天 大概都会 除非下雨啦 不然礼拜天早上 一定会有一次 对 可能去跑步 嗯 因为小孩子去打球嘛 那就跑完步 就跟他们打球 嗯 然后在家里 平常有时间 可能像礼拜三 或礼拜五 嗯 没有闷诊的时间 那可能会在家里 也跑跑步 嗯 大概就这样 然后可能练一下 拿个雅琳 随便做一些运动 嗯 所以其实在吃的方面呢 你有特别忌口哪些东西 或者是在季节转换的时候 你会特别补什么东西吗 你自己会吃中药保养吗 像我去 我自己如果有煮饭的话 一定会煮一些汤 那汤里面 我就会放一些 比较补气的 一些药材 例如 像黄芹 枸杞 红枣 党参 嗯 又有它的功效 嗯 就是吃饭的话 你就是煮汤 就喝汤一定都会放 嗯 OK 所以其实听起来 那你自己会吃中药吗 会啊 像有时候觉得有点头痛 有点快流鼻水 赶快吃个驱风寒的药 嗯 对 那你吃西药吗 西药真的很严重 我还是会吃 嗯 例如 就像说我现在今天起床 觉得头痛非常严重 嗯 我当然赶快先吞一颗止痛药再说了 还是会 对 因为先把症状先压下来 嗯 所以刚刚讲的中医跟西医 对大的不同 就是西医解除症状 我说大部分啦 不是全部 大部分解除症状为主 嗯 那中医呢 是解除你的症型 嗯 好像刚刚讲 你是火气大 火气大就是一个症型 嗯 类型 你这个人的分类 嗯 那你降火气 就解决你的不舒服 嗯 这个火气 可能演变出一二十种症状 嗯 那我们不可能吃西药 一个症状一个症状去解决嘛 嗯 火气大可能会冒痘痘 可能会痔瘡出血 可能会胃痛 嗯 之类 可能有鼻血 嗯 每一种症状对应的一种西药 嗯 那中药不一样 嗯 我火气降下来 刚讲这些症状都会不见 嗯 那有时候是缓不济及 我现在头痛很厉害 真的没办法来上节目 嗯 先止痛再说 嗯 嗯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有啦 就急吃啦 对就急吃 嗯 但是 但是就是说 呃 以长远来说的话 其实 其实 陈医师他每次 你看他出书 他其实都没有在跟你讲中药 都在跟你讲食部 对不对 中医真的是一个很生活化的概念 嗯 对 概念性的东西 嗯 是希望说大家能够融会在自己的生活之中 对 那当然如果真的不舒服 或者是有一些需要调理的地方 那就是中 中医师他可以帮得上忙 比如说像调理 有人就在讲说 常常觉得口干舌燥 怎么喝水都没有用 嗯 这个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火太旺啊 两种可能啊 一个就像 就像说你们家住在21楼 那为什么你们家会没有水 第一个是你们家的水塔 有火在烧嘛 把水都蒸干了 这就是你讲的火气大 对 第二个是你们家马达梅利亚 这就是气虚的 哦 你喝下去就往下掉嘛 你们家大水塔 一水就一进来就流掉了 对 根本达不到21楼 所以虚的人也有可能口干舌燥 火气大也会 嗯 所以你看这又是两个不同 极端的类型 真的耶 对啊 你说我口干舌燥 我就吃黄莲来降火 那你本来已经够虚了 又是像有人说清扫茶退火 不行耶 万一它是另外一种 就不行 你如果这么虚怎么办 对啊 汗气又进去了嘛 人变得更虚 更口干舌燥 嗯 嗯 所以还是要给医生看一下 因为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对啊 不同的极端啊 嗯 所以如果今天你把麦拔出来 哦 说它就知道它真的是火气大 嗯 那你就可能是开刚刚所说的一些 嗯 像这种就跟他说 你就回去吃个苦茶凉茶清草茶 就好了 对 可是如果是他太虚 太虚了 我可能就要吃个人参 嗯 通常人家就会觉得说 我口干舌燥还吃人参 哇你还叫我吃人参 对啊 但因为你太虚啊 所以有时候吃个人参 反而又生津解渴 真的哦 对啊 哇 所以这真的不一样 好 然后再来看看呢 就是刚刚有一些 有一些YouTube上面的朋友在留言的 我们现在赶快找时间来帮大家回答一下 那有一个是讲 呃 女生的惊奇的问题 因为这个确实有 而且这个因为 因为孩子才国二而已哦 就是可能月经也才刚来不久 旌旗不规则 有时候一个月会来两次 可是呢 去妇产科做超运波都说 他一切都很正常 这个中医怎么调理 第一个啦 如果他出境刚来 因为国二差不多月经才刚来没多久嘛 对 通常一到两年内呢 你的卵巢还没有发育到非常的好 嗯 所以他的荷尔蒙 规矩性没那么好 有可能就会比较乱 嗯 当然比较乱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去解决 我们中医在看 荷尔蒙这个东西都跟肾有关 嗯 那肾又跟晚睡熬夜 嗯 最容易影响到 嗯 所以像国二如果功课压力很大 功课很多都晚睡的人 那建议他早点睡觉 嗯 那肾气肾水比较足了 那有可能荷尔蒙会比较规律 嗯 相对的月经就会比较规律 OK 所以其实还是可以给医生看一下啦 还是要看啊 还是要看 还是要把一下 还是要把一下 让医生把一下 然后再来看 有人说 最近胃炎加便秘 胃炎又便秘 吃完东西好像没有办法烧化 鸡在胃里都很不舒服 吸一开的药感觉很温和 没效果很缓慢 这一定是误会了什么啦 真的吗 因为很多人会对自己的病症没有足够的了解 那像胃炎代表说胃有发炎嘛 那甚至有点像擦 我们外伤擦伤破皮 那擦伤破皮 你总不能说我擦的药膏马上完全恢复嘛 他需要一点时间 让他表面慢慢去修复 那胃这个地方你每次吃东西空腹 胃上一直在刺激他 本来就会好得慢 所以你不能说因为他药比较温和 效果慢 就像很多人来都会跟我说 中医 中药效果比较慢 是不是要看个三个月半年 那其实 应该说你花了多久的时间 把你自己的体质跟身体搞得这么糟 偏差了这么多了 那当然需要一点时间把它复原 就像说 医生我多久会把钱还光 贷款可以还光 看你当初借了多少钱啊 对不对 那欠了一屁股债 你总不能说我去找个工作 马上负债归零吧 不可能 可是你知道就是因为中医啊 他可能比如说动辄三个月半年的调养 可是就有很多人担心说 不是以前有这种说法说中药不能吃超过四个月或三个月 你就一定要停要休息 不然可能会有累积什么东西在身体里 累积毒素啊 重金属啊 没效啊 因为刚刚也有一个说 那个婆婆失眠的很严重 带她去看中医 她要说中药不好有重金属要怎么沟通 这还是有些人会有这种想法 第一个来 以前会有说可能是三个月就要停药 这件事是很多人会去买 一罐固定的一个药材 固定的药 然后一直吃 我就像说叉叉运工伞 他可能觉得 行叉叉叉然后就去买 那这种东西当然你固定的东西 不可能让你连续吃三个月半年一年嘛 这种东西就必须要停 我们来看医生开的药处方 我们每次都会依照你的状况帮你调整 就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成药跟处方药的差异啦 就是说你成药 如果你是自己去外面买 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而且很担心就是吃保养的这种 其实这个就一个逻辑性嘛 你说这个药对你有效 那你就不用吃那么久了 就两个月帮你症状解除 你干嘛还吃 那第二个吃了没有改变 那你就要改嘛 那你就要改 所以根本没有必须要吃三个月半年一年这种事情 OK 那第二个 刚讲会有农药重金属残留 那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做得非常的好了 原药材进来其实都有便方检验 有农药有什么不能用的东西 在海关在海上就把它推回去了 那第二个进到药厂里面 我们有GMP嘛 有CGMP 那其实检验都非常的严格 所以我们科中相对来讲又非常的安全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 好 突然间爆出了一大堆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请陈医师再做一下 我们同时也回答一下我们YouTube上的问题好不好 好多喔 而且讲的都还蛮确切的 所以比如说什么 这些东西可不可以一起煮啊 可以治疗过敏干壳吗 我们可以回答他们一下 那我们休息一下 再请陈医师帮我们回答一下YouTube上面的问题 这个就是取得 白萝卜不可以一起煮有这种说法吗 没有啊 没有没有 好 眼睛 拱膜偏黄 眼白的部分比较黄 原来眼白就是叫眼睛拱膜 对不起 那个我没有念很多书 我都只有说眼白 吃哪些东西会有改善 有可能黄胆 如果已经到黄胆 那代表可能肝胆都有些状况 所以人家以前说的 好 我等到你 了 我等到你 看这 你 先 我 想得多 你 想得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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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